针对规定的争议还有针对确诊死亡的个案 长期以来冰葬业者都配合卫生单位要求 要赶在24小时内完成火化 导致有许多家属来不及见到家人最后一面 非常的悲痛 而指挥官陈时中他今天成亲 他说只要在24小时内通报就可以了 那什么时候要火化呢 其实没有硬性规定 好这一席话呢让冰葬业者相当不满 痛疲政策根本是朝令夕改 民众折莲花折原报要献给家人 但灵堂内除了照片遗体早就已经火化 因为证明死者是新冠肺炎确诊病患 在医院接到的医院是跟我说24小时之内要火化 他完全看不到家里的任何一个人 本土案例不断飙升 若有确诊者死亡 殡葬业全当最速件在24小时内火化 导致病患家属悲痛无奈 对此指挥中心做出澄清 根据卫福部公告 在同一类传染病规定中 除了传染性肺炎 其他都得24小时内火化 但与当今处理方式相违背 已让殡葬业之一 政策着领细改 我们以法规确实是写这个专案 星期定是24小时内面要来做处理 其实从疫情爆发以来 凡是相关个案 业者都依卫生单位之事 在最短时间全副武装载到制定地点火化 如今无强制规定 导致长期的SOP可能又得重新调整 尽管不限时间 让家属有机会说再见 但依照规定还是要尽速处理 只是尽速又是多久 各方一头雾水 怎么做才妥当 恐怕还是要中央 记者台南综合报道